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继续来讨论恶口 恶口是什么 恶口又如何避免 恶口对我们又有什么妨碍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来我们开示 师父您好 陈小姐好 那么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 师父提到就是说 父母或者是老师管教子女 偶尔用恶口用得恰到好处的话呢 还是对子女有用的 可是如果经常恶口的话 可能对子女就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那师父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恶口 其实父母对于子女 老师对于书生呢 用语言用得比较重一点 不叫恶口 恶口是骂人 用三字经 用五入的话 用不堪热耳的语言 词句 这叫做恶口 父母 父母 以及老师 对于孩子们 管教的时候 就用严厉一点的 这个语调 或者是用词 用得比较重一点的 或者声音比较大一点 用语言用得比较重 口气也比较重 用词也比较重 而不是恶口 恶口跟这个用重的语言是不大一样的 是 恶口一定是上人 一定是骂人 那用这个重的 比较重的语言 那不一定是 不一定会上人 比如说 我们讲恶口 骂人家的娘 那就是恶口 骂人家不是人 这是恶口 就是说这个孩子 你这样子下去的话 你怎么得了啊 你这样才下去 你不得了了了 这个比较重要 这是重话 你如果是这样子下去的话 我这一家人家 就让你 就丢脸了了 这种事都是 比较重话 重话并不等于是恶口 所以有一个 立法委员的一个孩子 他 这个立法委员呢 这个子弟很优秀 可是这个孩子 很好玩 就好玩呢 不想读书 他来问我怎么办 要打呢 要骂呢 我说打不得 骂不得 可是 适当的时候 要用重语 他说怎么用重语 你说 孩子啊 父母会死 什么时候是不知道 如果今天你的父母 就死了 看你怎么样 这个孩子就会紧张 还有 我们的财产 我们的地位 是不可靠的 假如是一把火 烧了房子 看怎么办 你现在要靠你自己的 你不好好地读书 你不好好地用功 父母是没办法保护你 保证你 保障你的 你要靠你自己的 这是用重语来警醒他 这是重语 最近还有一个人 他不想皈依 他怎么样 也不想皈依 三宝 他拜佛 他要给我做朋友 他不皈依 后来我用一句重语 告诉他 我说你 现在不皈依 等到 你要死的时候 可能师父也先死了 可能你死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在你旁边 我说我的徒弟来听 你说皈依 你说好不好 他那个时候 他紧张了 他就 这是用的什么 用重语 用的重语 不是用的恶语 是 那么恶口的话呢 无论如何 还是不要说 是 你对任何人呢 应该用恶口的话 总是不好的 恶口一定是上人 那比如说有些父母 骂小孩子的时候 就是口级不责言 常会说 你去死好了 我们常听到这句话 你去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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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死大尾 你去大尾死了 还有的时候 父母在责怪小孩的时候 声音都会很高 所以 或者 或者老师 骂学生的时候 也是会把音量都提高 那这 也能不能算是恶口呢 音量提高 我也会 在必要的时候 我也会 音量提高 因为或者是在很急的情况底下 不一定是急 而是呢 让对方提高警觉 让对方呢 他会认真的 来接受你这句话了 否则的话呢 你给他 这个轻轻松松的 柔柔软软的谈话 他在那 莫关心呢 是 他 不当一回事 他以为师父 那么慈悲 所以说 他听不进去 那这个时候 是要用大声讲话了 不但是要重瑜 而是要大声讲话 我也不大愿意用大声讲话 讲话 大声讲话很累啊 就是这样当头棒喝 那在必要的时候 还是要大声 大声 对什么人呢 对一些迷迷糊糊的人 对这些心呢 这个闪闪 闪闪闪闪闪的人 迷迷糊糊的人 还有呢 对一些呢 这个好像 不在乎的 蛮不在乎的人 对这种人 要用重瑜 要用大声语 但是呢 也要看实际 弄得不好啊 反目成仇 这个不要说是 我跟我的徒弟之间 反目成仇 这个 这个 父母跟儿女之间 也会反目成仇 所以这个 还是要小心 不能够随便用 这个 用毒药啦 毒药不能随便用的 所以 或者是说 物以稀为贵啊 像这种种瑜啊 或者是大声语啊 可能在 恰到好处的时候 恰到好处的时候 必须要用的时候 一定要用 平常还是要小心 平常要 非常地这个 客气 柔和 用 我们叫做用爱语 用柔软语 用尊敬的语 用鼓励的语 用关怀的语 这是啊 这是平常道 就是常道 那 如果是用一种 重语 或者用大声语 那叫做非常道 是 谢谢师傅开示 那么师傅开示的 常道跟非常道 不晓得 您是不是能够在生活里面 活用这种智慧呢 也欢迎您下次 继续来收看大法谷节目 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谷节目 那么我们谈了种种有关于 妄言 奇语 两舌 恶口的坏处 那么究竟 呃 是 师傅 我们在前几集里面 谈了一连串 有关于 妄言 奇语 两舌 恶口 到底是什么东西 以及它有什么样的坏处 那么师傅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究竟这些坏习惯 跟我们的心 有没有一些关联系 呃 一个是心 一个是心 呃 心 这是观念 吸信呢 这是一个人的性格 呃 观念可以改 性格很难 嗯 一个人的吸信呢 就很难 就好像这个酒徒 喝酒 喝酒的酒的人 这个吸酒的人呢 嗯 他这个 他就是喜欢喝酒 他已经成了习惯了 所以这个口德 啊 这坏的人 就等于说是酒瓶很坏的人一样 嗯 呃 这是一种 那是吸信 至于说那个 这个观念 那个心 嗯 是一种观念的 是 这个观念的 呃 比较容易啊 改进 比较容易啊 处理的 嗯 因为呃 比如说听过我们这个 呃 大法谷的节目 以上的呃 我们多少天来都是谈的呀 可疑啊 的问题 是 但是呃 大家呢 我相信呢 都能够认同 呃 这个可得不好 可疑不好啊 对人对自己都是不好的 希望能够改进 希望能够改善 是 但是呢 在习惯上 能改善吗 很难 突口而出就是骂人 突口而出就是两次 突口而出就是在 呃 这个 这个 是黄 突口而出啊 就很可能 就是 呃 就是 性骚扰 嗯 很可能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如何地能够啊 改善它 这也要花时间 第一个 呃 子鸡 常常啊 在讲完话以后 想一想看 我今天 或者说我刚才 跟某个人谈话的时候 我用的究竟是用哪一些语言呢 我究竟说谎了没有 我究竟这个批评人呢 这个用什么语言在批评 是不是这样我骂了人呢 嗯 对 这个先反省一下 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希望有好的朋友 嗯 这个我们叫做善友 嗯 这批发叫做善知赦 嗯 那么这一般的人叫做良事益友 那就是要互相的规券 互相的勉励 嗯 我过去也有很多的习气 有时候啊 过去我的师父常常跟我讲 哎 师父啊你的耳朵软 嗯 师父样样都好 师父你的耳朵软 你又听了人家的话了 哦 我这个耳朵软 嗯 我这个耳朵是不是软 可能真的是耳朵软啊 也可能是心软啊 因此呢 像这种也可以说我的徒弟也是我的善知识了 嗯 那因此呢 呃都叫几个好朋友 嗯 那这个好朋友他并不是酒肉朋友 是 而是能够互相贵劝的朋友 嗯 因此在语言上呃 这个这就渐渐就会改善 那但是呢 也不是一天就能够改善过来的 有的人呢 常常在 在埋怨自己 呃 认为自己啊 这是 不是心 身不由己 心不由己 口也不由己 是 嘴巴说 明明不想这样说就说了 没有想要说就说出来了 是 说出来以后很后悔 是 有时候直接打嘴巴 已经打嘴巴也没有用意讲了 那只有再改善 那另外一个 就是要常常忏悔 是 是 这个忏悔很很重要 忏悔 就是每天呢 呃 晚上睡觉以前 就是今天呢 我一定是 说出了很多话 不应该说的话 我说了 一定说撂了嘴 一定说了 那我忏悔 但愿明天 不要再有这种情形发生 是 每天 有一个时间忏悔 这个善个方法了 是 是 要反省 要有善友 要忏悔 我们知道佛法啊 非常重视这个口业 我们也把这个 刚刚我们说的 妄言其语 两舌恶口当中是五戒之一 为什么佛法这么重视这个 佛法是希望我们人间和乐 彼此之间呢 互相的 能够啊 生活的像 在极乐世界 像佛国进土一样 彼此是赞叹的 彼此是互相成长的 就是互为 菩萨伴侣 那就是互为老师一样的 这样子就是我们这个人间呢 才能够和谐啊 我们才能够人间说 人间进土才能出现呢 所以是呢 语言 是最 容易伤人的 语言 最容易啊 让人与人之间产生误会的 很多的误会都是语言出来的 这个语言 产生了误会以后 再用语言去解释 说明 这要化很多的可思 所以是 最好呢 不要 用语言伤人 不管在人前 人后 都应该呢 这个 不上人 所以是 这六祖谈经里面 有一句话 有两句话啊 尽作尝试几过 这个 闲谈目难他非 嗯 就是 自己呢 常常是 自己的过事是最重要的 至于人家的错误 是不错误 不要讲 可能人家是有错误 但是呢 以自己的立场 自己的角度 来谈论 来批判 人家的错误的时候呢 自己已经呢 是在错误之中 因为自己 不是他 可能他 讲 做这样的事 说这样的话 他有他的原因 我自己不了解 那我就说出来 就变成一个是非 最好不说 那 假设说 大家不说 人家的过事的话 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 全部都是做坏事的人 不至于如此 每一个人都说 不说人家的过事 那还有过什么 谢谢师傅开示 的确 静坐 常诗几过 闲谈没落的咖啡 多多反省 多多教善友 那么多多忏悔 那么多说 恭敬语 爱语 柔软语 关怀语 数几乎 我们就可以少造口业了 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也欢迎您下次继续收看 大法国 欢迎您再次收看 大法国节目 谈完了 妄言 其语 两舌 恶口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来谈一谈 嫉妒 当你觉得别人 比你好的时候 或者是有一个人 在你面前称赞 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您心里会不会觉得 不舒服呢 如果会的话 那么您可能 是在嫉妒了 嫉妒心 因而而起 那么嫉妒对我们 又有什么影响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 来为我们开示 师父您好 陈佳姐好 是 师父您首先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这个人常都有嫉妒心 这个嫉妒心 到底是因何而起的 就是 第一个 可能 保护自己 第二个呢 人家得到自己得不到 第三个呢 没有其他的原因 这是说 对这个虚性呢 是这个样 就是习惯性的 我想习惯性的妒忌呀 任何人都有啊 不要说是人 连动物也有 不要说是大人 小孩子也有 对 我觉得像我的女儿啊 现在三岁 然后她有了一个小弟弟啊 她就很嫉妒 没有人教她 她就很嫉妒 我抱弟弟的时候 她就不高兴 所以这个嫉妒心 可能是天生的吗 这个天生的 吸信 这是 就是 人家有 自己没有 或者是 自己有 而人家来分享 都会啊 有嫉妒心出现的 我刚才讲说 是保护自己啊 自己有 这是无限制的 就贪得无厌啊 比如说你刚才讲 你的小女儿 和你的小儿子 那个小孩子 他没有其他的原因 就是觉得 妈妈应该是 百分之百 是属于他自己的 不应该来一个弟弟啊 占有了他的时间 占有了他的爱 因此 基督心就出现了 他不知道 这个叫做基督 他就知道 说 哎 这是我的 你怎么 你哪去了呢 这是我的妈妈 怎么是 你变成 她的妈妈呢 这是一种 天然 我们叫做吸信 说完全是不好 好像也不一定 是 基督心也有好的地方 也有好的 基督心 就是 如果说 人家有 自己没有 那 为了 基督他 那希望自己 也能够有 反正 自己的修文 不如人家 那我基督他的修文 那自己 成长自己 想把自己的修文 能够培养得更好一些 那 这个基督 对自己是一种成长 可是呢 相反的 基督 对于人 对于己 这个有利的少 而是有害的多 是 那么基督 对一个人 到底会有什么 不利的影响 不利的影响蛮多啊 第一个 你嫉妒他 他也嫉妒你 第二个 你嫉妒的人呢 你心里边很痛苦 是 我们叫做 就是 嫉妒 叫他是一种火 是一种 度火 对 度火中烧 度火中烧 你 嫉妒人 就心里很痛苦 不知道如何的 能够啊 这个 不是报复 而是说 如何的能够 把这个人压下去 他能够得到的 为什么我得不到 但是呢 又办不到 那 因此呢 一直记恨在心 嫉妒 就变成记恨 那 这对自己啊 那伤害很大 而且呢 对他人来讲的话 你嫉妒性强的人啊 人家都怕你 你也没有朋友 比较心重的人 是不是 他的嫉妒心 会强一点 比较心 是应该是如此了 看看比较什么 比较是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程度 但是呢 有的时候啊 跟人家比较的时候 是希望自己能够更成长 倒不是一定是嫉妒 是 这是不如人 这个 我怎么样都比 觉得怎么样比 不过他 我希望能够 多一份努力 多一份努力 能够赶上他 那不一定是嫉妒 是 所以就说 比较心 有好的一面 可是呢 如果你往不好的一面 去发展 那就是变成嫉妒了 是 对 师父刚刚说 嫉妒的人 自己心里会很苦 事实上 又完全没有效果 有什么效果呢 你嫉妒了以后 只有你自己痛苦 人家知道了以后 你反而失去朋友 正确其他的人都怕你 晓得你是嫉妒鬼 那个信量大一些 应该是更好一些了 人家的好应该赞叹 人家比自己好 应该觉得 不是羡慕 而是赞叹他 而是觉得 赞美他 那是非常好的事 那是个美德 妒忌不是美德 是一种出的 是 一个嫉妒的人呢 会很丑 也许面孔上 你扮演得很好 你心态是丑的 然后呢 基督的人呢 这个面容也会 渐渐渐渐会变形 这个声音也会变调 所以 这个 这个现世就能够受报 受果报 为什么 因为基督的人 你这个 你会扭曲嘛 你扭曲 你的心态扭曲 你的面孔也会扭曲 你扭曲事实 你扭曲 这个 你的心态扭曲 你的面容也会扭曲 然后你处理事情 也会扭曲 是 你看这个世界啊 这个扭曲的世界 谢谢 谢谢师傅开示 那么 嫉妒心 原来会带来 这么严重的后果 您是不是也想 去之而后快呢 欢迎您下集 继续跟我们 一起来分享 活法的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